3 2 1 Action 小黄瓜我们今天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据说小黄瓜的父母都是有血统症的 它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双血统蝙目 但这是狗兽的人跟我讲的 但是吧 后来养着养着 我就发现了小黄瓜的体型确实跟别的蝙目不太一样 它的体型是比较偏小号的那种 这里面就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小黄瓜大家看起来那么的可爱 它的这个 就这个地方比较短 然后呢 整个脑袋又比较小 所以呢 看上去就特别的幼态 小黄瓜这个颜值就是一个天生的娃娃脸 就我之前想要养蝙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只蝙目了 然后一直在老家 但是呢 我想自己再养一只蝙目 于是我就在贴疤 对 没错 就是那个百度贴疤 发了一条帖子 说我想养一只黑白色的蝙目 然后就有很多人给我回复 就跟我的那个卖狗的那个狗舍联系上了 当时给我看的就是这两个小视频 但是想都没想就下个定金 就国内的蝙目市场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不太好 就是狗舍的一些养狗的人 他们会自以为是的定一些所谓的品项的规矩 比如说什么七白三通 事实上看到国际上的一些赛事也好啊 或者是一些有名的蝙目也好 其实都跟这个没有关系 就像小黄瓜 小黄瓜它根本就没有通嘛 它就是这个地方是断掉的 然后也有小伙伴提问说 小黄瓜是多少钱买的 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花的来了 1500块钱包邮 它是坐飞机过来的 我估计这个价格在现在的蝙目市场上面应该基本上很难找到 所以当时我一度认为那个狗舍老板可能就是一个业余爱好 不把这个当正经生意 蝙目虽然非常聪明也很可爱 但是我真的不建议第一次养狗的新手去养蝙目 因为养蝙目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它非常聪明非常敏捷 但同时它的坏毛病也很多 比如说蝙目非常掉毛 不说每天吧 那就必须要求你经常去打理 然后第二一个是 蝙目的性格是那种特别兴奋 但是同时有很敏感的性格 那如果不太了解狗狗习性的人的话 会认为这种是特别吵的一种狗 但其实不是 然后第三一个就是 蝙目需要非常大的运动量 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运动的话 它在家里拆架的这个能力不比哈士奇差 我们家小黄瓜是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学会的飞卡 是看另外一只蝙目玩飞坛自己看会的 所以我觉得在训练蝙目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特别没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基本上只会教它如何养生 比如说吃饭要西郊蔓延 刚刚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很多的人就可能对养蝙目有一点点打退堂股 其实也不需要 因为我也是一个上班族 我平常工作也特别忙 只有下班的时候才能够去遛一下狗 但是我有几个妙招可以推荐给上班族去养蝙目的 这个是亲测有效哦 第一个就是这个自动饮水机 它其实就是像那种人用的这种饮水机一样 我只能去灌满这一桶水 至少可以保证三四天的时间自己 然后第二个神奇就是这个 自动饮食机 它是可以一天设置四餐饭 每一餐定量 然后这一大桶的量大概可以吃一个星期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加满 然后一个星期就不用管它了 这个还有一点好处就是 当你周六的时候想睡懒觉 你就不用担心狗狗因为饿 然后把你弄醒 而且有的时候短途出差 比如说出去两天左右的时间 我也不用担心狗狗在家里面会饿肚子 然后第三大神奇 就是这个 登登登登 跑步机 没错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想要运动的时候买的 但我买来了以后我发现 对我们家狗狗的作用可能要大过于我 这个其实之前有训狗的专家有推荐过 报告狗班长的那个纪录片里面有说过 如果你没有时间经常去遛它的话 让狗狗学会跑步机 所以一旦什么下雨啊 或者我不愿意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让它上跑步机 然后大概 上跑步机大概15分钟 就能够起到你一个30分钟在户外散步的这个量 当然作为鳖木这种运动型的狗的话 最快乐的事情还是在草坪上飞奔 然后会接飞盘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旦有空的时候 还是多带狗狗出去玩 关于养狗的问题呢 今后可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经验 大概就是这样啦 小黄瓜你要睡着了吗 你是不是要睡着了 那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咯 好不好 拜拜